嗨 大家好 我是邦妈 今天是快乐周五 想起明天要放假了 您是不是很开心呢 明天我这儿还有两个学生补课 每周只能休息一天 那就祝你们周末愉快啦 今天是周五嘛 依旧雷打不动的吃米饭 我给学生准备做麻辣香锅 再来烤一盘红枣糕 一口辣的 一口甜的 这味道是不是很美妙呢 先把去糊的红枣放进开水锅 给它煮烂 取60克红糖 倒进盆里 用勺子把红糖的大颗粒先压开 用电动打蛋器把红枣给它充分的搅打成泥 如果您家里没有打蛋器呢 也可以用榨汁机打成泥 是一样的 再打五个鸡蛋 做枣糕不用蛋清和蛋黄分离 直接用全蛋 接下来这个过程呢 就需要您的耐心了 大概得搅打十几分钟左右吧 把鸡蛋彻底的打发 打发至什么程度呢 您看它蛋糊的颜色呢 由深咖变浅咖 从刚开始的半盆 打发至满满一盆 提起打蛋头 滴落的蛋液呢 不会马上消失 这就是充分搅打好的蛋液 倒入过筛的低筋面粉 180克 接下来再加4克小苏打和5克的泡打粉 这就是枣糕松软的第二步 您说这两样我可以不用加吗 那估计您烤出来的枣糕就是一块砖 所以这两样呢 缺一不可 把面粉和蛋液充分的搅拌均匀 搅拌至成细腻的面糊 这时候别忘了把烤箱提前预热一下哦 最后倒入70毫升的玉米油 如果您家里没有玉米油呢 也可以用其他没有味道的油代替 把面糊和油呢 给它充分的搅至融合 模具铺上油纸 更利于脱模 把面糊倒进模具里 轻轻的震一下 震出里面的小气泡 放进烤箱 150度 烤60分钟 我比较喜欢吃甜食 自己就爱学着做 如果去年不做托管 我都打算去学习烘焙 准备自己开个私厨 去打听了几个学校 不问不知道 一问吓一跳 两个月学费五万到六万 您是不是也觉得挺贵的 想了想 算了 不去学校 那我们自己就在家学习吧 看能自学成才不 希望在不久的将来 能开一个属于自己的甜品店吧 去努力实现自己的愿望吧 哎 有可能你们还能吃到 邦妈亲手制作的点心 帮游到家哦 哎 你说这一天都在想啥呢 不做梦了 回归现实 还是先洗菜做饭吧 今天有两个免费的劳力 表现还都不错 拨饭的任务 圆满完成了 说起麻辣香锅 我觉得它就是不加汤的火锅 加的汤少点 就是冒菜了 麻辣香锅 香辣好吃 在夏天食欲不振的时候来一碗 真是胃口大开呀 虽说是给四个学生做饭吧 这样样实实的菜买下来 我觉得都够十几个人吃了 今天早逝的虾很新鲜 火蹦乱跳的 也很便宜 一斤是三十块钱 比起往常四十多呢 确实便宜好多呀 先把虾处理一下 洗干净 哇 枣糕终于出炉了 我已经闻到味儿了 已经满屋飘香了 松软香甜的枣糕就做好了 做法也很简单 快手 我加的这个糖的量呢 对于不爱吃甜食的朋友 吃起来甜度也是刚刚好 想吃甜味更重的 可以再加十到十五克左右的糖 枣糕烤出来 我才发现忘记撒芝麻了 不管了 我要先尝一口 非常的松软好吃 入口思甜 喜欢的朋友可以在家 自己试着做一下 接下来把洗好的菜全部切好 刚吃了一块枣糕 这干活更有劲儿了 准备了十几样的配菜 有菜有肉 今儿这一顿很丰盛了 把菜和肉下锅煮熟捞出 虾下油锅给它洗个澡 外皮脆脆的更好吃 人勺就用我心爱的小兰锅来做这顿美食 开启火锅键 先把葱姜蒜炒香 再把青红花椒和干辣椒倒进去 翻炒 再来一勺万能酱 皮下豆瓣酱 再来一块灵魂调料 火锅底料一小块 先把虾倒进去 再给它扁炒一下 各种肉 各种蔬菜 全部给它倒进去 最后出锅前撒上芝麻和香菜 麻辣香锅 火锅 做法是不是一样一样的 最后再给孩子们打个果蔬汁 补充维C 一根红萝卜 一根香蕉 倒入料理机 加适量的清水 开启果汁键 两分钟 学生们已经进门了 准备开饭 有个学生不太能吃辣 我就专门问了一下他 我说辣不 他说阿姨有一点 我问其他两个 其他两个说 一点都不辣呀 学生们吃完饭了 我赶快收拾 一鼓作气 我发现只要我一停下来 一歇吧 我就不想再干活了 好了 今儿的视频分享就到这 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您喜欢笨妈的分享 就请关注我吧 拜拜